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中和的真想出手工紅面線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不過他們目前是只有外帶不能內用 在飛越21科技園區的對面 這邊有個很大的實際禁師塔 那這邊就有全部的品項 小姐妳好 那聽說櫃店的海鮮麵線蠻有名的 那我就想點小卷加蚵仔大的 小卷加蚵仔麵線大的 相當令人期待 根據這個店家自己的介紹 湯頭就是 純粹就是那個天然湯頭 對,我們就是用大量的蔬菜去熬的湯頭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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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這個澎窟的小卷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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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謝謝 謝謝 小協 好,OK 好,謝謝,現在就好了 看起來相當的誘人啊 好,那這邊就有關於這家店湯頭的說明 可以看一下,堅持湯底使用天然食材熬煮 大量蔬菜文火慢熬,絕無添加味精 絕無添加各式湯頭粉 店家自製的辣椒醬 那當初怎麼會有這麼高的興趣開這好吃的 那個麵線店 因為我們老闆本身是廚師 然後就想說做一點不一樣的麵線 因為外面市面上大部分一般的麵線 湯頭的話大部分都是現成的東西去調製出來的 那我們就是用新鮮的蔬菜還有雞湯去熬的 還有雞湯 好,OK 因為之前也有人覺得說帶回去吃 怕冷掉,然後就直接帶在這邊吃 謝謝 好,現在馬上就享受看看 這個蚵仔蠻大顆的 哇,這個季節現在這個時候蚵仔蠻大顆的 因為好像在比較熱的時候它會比較小顆 好,那今天還是只能調成左邊這樣吃 好,那剛剛可以看到這個蚵仔真的超大顆的 應該看得很清楚 非常的肥美啊 好,吃下去真的很鮮甜 好,餐點新鮮就是王道 好,真的很棒 嗯 嗯 好,再一次這個小卷 好,湯頭真的是充滿這個蔬菜的清甜 哦,這小卷也很鮮甜 嗯 真的很棒 哦,它這個湯頭的味道就是淡淡的淡淡的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釋放出它這個清甜 嗯 我覺得這細細品嘗就可以吃出它的美味 好,真的很棒 好,熱騰騰,熱騰騰 雖然這小卷畫面上看起來是不大隻 但是吃起來是很鮮甜 嗯 但是蚵仔很大顆啦 萬人的海參是給我神咪的力量 哇嗚 哦,這蚵仔很鮮甜 嗯,好吃 嗯 這蚵仔是真的是,比例真的是比較大隻的哦 哇嗚 蚵仔很明顯的,它的味道很濃郁 嗯 嗯 相當的美味哦 嗯 好,那我覺得這個 綜合海鮮麵線哦 我覺得是滿分 很好吃 它的蚵仔真的很鮮甜 然後小卷也是鮮甜哦 也很有特色 好,相當的美味哦 好,相當的美味哦 很有自己特色的海鮮麵線 但是湯頭好像,好像沒有柴魚的成分 好,希望各位朋友這樣看得清楚哦 剛從側面 好,正面的話但是會 畫面會比較巨大 阿蚵仔真的很好吃 好,從畫面上就可以看到這個小卷是相當的新鮮的哦 很好吃 好 感覺這個湯頭吃起來好像沒有柴魚的成分哦 呃,有 欸,有哦 有加 可是好像滿蛋的耶 哈哈 對,就是可能 呃,有蚵仔跟小卷的味道 稍微把它蓋過一下 嗯嗯 就是感覺 不像傳統的麵線 是有自己味道的那個麵線店 嗯嗯嗯 我們也有加柴魚 但是是淡淡的味道 主要是要讓大家可以吃到湯頭的清甜 嗯,還有那個食材的原味 對,而且我們的蚵仔是沒有裹粉的 嗯,對,沒有裹粉 然後那個 一般的蚵仔都會裹那個粉 然後再下去汆燙 嗯 我們是沒有裹粉直接燙的 嗯哼 那現在全家貴店已經開多久了 呃,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 喔,那滿厲害的哦 啊,就是師傅後面這位是嗎 對 喔,好 呃,真的很好吃啊 讚 好,謝謝 好,那現在師傅就帶我參觀一下他的廚房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 麵線的湯底 有大量的蔬菜 蔬菜料 洋蔥啊 紅蘿蔔這些齁 呃,還有蝦頭嗎 對 對 還有這個 激果汁 那這樣一鍋的成本也滿高的齁 欸,是 因為用偏冷的洞梯去熬出來 跟去外面買粉 加自來水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欸,是 那這樣煮個高湯大概需要多久時間啊 三個小時 要半個小時 三個小時 啊,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因為那洞梯才會釋放出來才會飽化 欸,是 喔,辛苦了 因為湯才會有那個 那個 那原本 不然算他這樣 加這個湯的顏色還沒 也是 好 三個小時喔 所以說各位朋友放心喔 絕對是 看得到 吃得到 天然食材的湯頭 對 那我們就謝謝老闆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讓我看你們的那個湯頭 謝謝 好,那價錢再看影片了 高貴不貴喔 保證吃到賺到 因為都天然食材了 好,那店家辛苦了 就祝這個 生意興隆 謝謝 謝謝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